14岁的贝克·汉姆和马连签约,好一个小鲜肉啊, 01988年美国总统利根访问苏联,在莫斯科红厂人群,中占着一位乔装打扮的苏联特工, 多年后,他成为了俄罗斯总统,普京。 1944年18岁的诺马捡莫泰森在加州工厂工作,后来,他改名叫玛丽联盟录。 1920年的法国,一位八岁儿童,独自一人打败了所有的象棋大师,他叫雷舍夫斯基。 1922年为马共和国严重通货膨胀,孩子们在街头没事干,就堆钱玩。 1945年在英军服役的伊丽莎白公主,现在的英国女王。 1956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,后台格雷斯凯利和奥盖利赫本,一个还没有美颜和PS的时代。 1963年11月22日,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之前,1965年霍金与Fainwell结婚学霸就是不一样,小小年纪看上去就雕雕的。 1972年,阿富汗喀布尔街头战前那里也曾是个自由奔放富道流游的幸福国度。